长沙环有车着火 拨及私家车、的士和货车 警方列作纵火案 其中得士车头烧毁 车厢的座椅也烧到只剩下支架 拨及附近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货车 凌晨4点多,青山到301号 一栋列为二级历史建筑物的堂楼外面 有汽车着火 私房出动一队衣服队和开喉拌购 约10分钟将火构式 防御中,那栋堂楼的外墙和天花亦被分客 黄大仙彩虹村发生谋杀案 警方拘捕报案的男人 被捕男人昨晚11点多 由警员压到彩虹村红岳楼案发单位调查 逗留大约一个小时 警员检走一批证物 包括怀疑与案件有关的利刀 政府发现所有人员到场搜证 警方说昨晚下午大约5点 接获了一个59岁男人报案 说她是39岁朋友在单位中受伤 由救护车送去联合医院后证实死亡 警方认为报案的男人又可疑 以谋杀罪将他拘捕 消息说两人因为金钱问题发生狗分 东方日报报导 施政报告提及释放新界祖堂地 以增加土地供应 政府及后成立检讨祖堂事务工作小组 消息说那个小组刚刚在农历新年前 举行视障会议 将循两个方向咨询乡文 及后会作续讨论 当中包括加强管制祖堂地方便 对于如何成为代表乡文负责祖堂地的私理 其中条文或者需要写得更加仔细 而私理身份不能被取消委任 以及外界关注的修订新界条例 以放宽祖堂地出售门栏 大公报报道 香港疫情形势越出严峻 确诊者累创新高 早前多个跨境货车司机染疫 令到本港蔬菜供应 及赛事行情受影响 目前公港鲜活食品已恢复正常 不过未免疫情不断扩大 增加司机染疫风险 有议员和业界强烈建议 政府借鉴深圳成功经验 设立闭环息本领 尽快落实在关口附近 设立跨境司机生活区 并以点对点运输方式 减低跨境司机 在市区四处派货的染疫风险 避免公港鲜活食品 因为司机染疫断链影响民生 声道日报报道 政府强力呼吁市民严守防疫措施 以压止疫情加剧 警方亦加强执法 葵全警方过去两天进行针对性行动 其中在葵冲区三处 共发现23个母罩男女食烟 另外在全班发现四个男女 进入食肆无数安心出行二维码 另一个男人就当街除罩食烟 各人同被票控 另外食事负责人也涉嫌违反防疫条例 案件将会交由相关部门跟进 明波波道 政府昨日在刊县2022年 雇佣及退休计或法例抵消安排 修订条例草案 取消使用强制金制度下 雇主的强制性供款累算权益 对冲显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的安排 建议取消对冲安排不具追溯力 政府已完成草业条例草案 并将会在今月23日提交立法会审议 劳工处说 有关安排有助减低在转制日前 引发大规模在元朝的风险 否则有些雇主可能会在转制日前解雇雇员 特别是服务年支较长的雇员 第一就是加强了的社交距离措施 都是刚刚生效没多久 我们都要给一些时间看清楚 有没有发挥到那个效果 可不可以压低到那个确诊个案 特别是那些源头不明个案 但如果都是没有达射不到那个效果的话 那就要再加强那个措施 其中就是可能你说疫苗通行证 是要更加是室外地方都可能会应用 例如是公共交通 主于封城是一个最后手段来的 这个香港来说是一个很大挑战性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很绸密 750万人 如果你是封城的话 你是怎样可以提供到一些食品 和物资给那些市民 如果有市民是需要出去看医生的 你也都是要有弹性 你也怎样去监管那些人是不偷走出街 是很大挑战性的 香港来说 这个也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做 用内地那套全民检测 因为如果你做自民检测 你又要封城的 有一个禁足令的 香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你是要很多支援才可以做到的 今时当疫情不断地攀升的情况之下 从生命的角度 实际上最高风险都是一些安努院城 所以从救命的角度 这个一定是一个最优先的地方 我也明白因为在现时的接种中心 甚至在一些医疗机构 他去帮这些运作 他的人力都起得挺紧张的 同样地一些到访的医务人员 比如医生 他自己在自己的诊所 实际上那时候打针的情况 也都相当紧张的 所以我只是能够作出呼吁 希望大家了解到那个优势 和从整个防疫的角度 怎样去减低在院舍的长者 如果因为感染而产生的可能严重 甚至死亡的个案 所以这个是要社会大众大家去做 当然我也都知道有很多的医务人员 也都相当热心希望可以帮忙的 所以我们的努力就是希望是能够 那些能够帮到手的 我们怎样能够吸纳了他 帮我们尽快在这些院舍 去提供这个注射疫苗的服务 所以一定是多方面 包括了这些医疗的机构 希望他在一个优势上 也都可以调动一些资源 加速去院舍 那些的私人医生 他一向都有做到访的服务 也都希望他可以抽一些的时间 不只是帮他自己的平日的病人 可以帮到我们安务院进行有关注射 那些志愿去帮忙的 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尽快去安排到 是如何在整个流程之中 提供到有关注射的服务 至今之过30间安务院 射有院友或职员染疫 务公克福利局局长来志光形容 现时院射疫情非常严峻 稍后将会增加员工检测量和院友接种量 员工在社区里生活 而病毒在社区里有传播 现在能够大致上做到 就是三天一检 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过多一个星期之后 能够做到每人一检 在外国的经验 尤其未有打针的时候 死亡个案百分之40 都是来自一些长期护理的设施 但是你知道外国在住在这些长期护理设施 长者的比例 就是占百分之三 所以你怎样定个优先次序 实际上它应该是排第一的 我希望医生定些优先的次序 如果他能够抽回报应时间 去帮回院射 尤其我们有不少的院射 世界上都有好几千的老人家 已经做了评估 以及也都愿意打针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很多专家都预计 下个月将会达到第五波疫情的高峰 现在随着个案一直上升 另外也有不少的个案源头不明 你是追索不到 所以现在很多流行平壳的专家都推断 应该是下个月才会去到最高峰 这个就和你收紧了的社交距离措施 就做一个扯大难 看看你的措施有多严 你尽量把它压回来 现在最近我听到的 即时传播率 我的同事告诉我 就是2.3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就去到7至8 光幕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下星期屯门 粉岭和沙田会增设接种点 每个地点每日分别可以接种一千针 又说会缩短科兴疫苗 接种后的休息时间 和研究延长接种中心的开放时间 提升接种能力 根据数据各方面 那个休息的时间 其实是可以缩短的 去到15分钟 所以相关现在我们都是 卫生当局处理有关这个 我相信很快乐 我希望下个礼拜左右 就陆陆续续可以 将那个休息的时间 就由30分钟 缩短到15分钟 变相 其实的流量会增加 可以接种的人数也会增加 能不能够可以再去延长它 或者譬如在早上的时间 开早一点 我们会和医疗机构去谈 看看能不能够可以做得到 港村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 今天是恢复香港往珠海的服务 在港村澳大桥香港口岸 网上的票系统显示 今天由香港去珠海的 日间或者晚间车票已经全部卖光 全日一共有12班车开去珠海 只有6班列车的乘客 会被安排入住珠海的隔离酒店 其他班次的乘客 就分别安排入住江门 或者中山的隔离酒店 金巴印认珠海出现疫情 上个月中暂停往返香港至珠海的服务 其中珠海往香港的服务 已经在上星期一恢复 好 好